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版社所出版的《民主在退潮》 他这本书的副标题叫做 《民主还会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好吗?》 那么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的 等于是外交、政治相关的研究员 其实也是专门为媒体撰稿的 乔舒亚·柯兰兹克 那我们今天特别邀请的是 台湾大学哲学系的专任教授 院举正院教授 老师 早 好 早 方新早 各位news98的听众朋友 大家早 《民主在退潮》 他的副标题叫做 《民主还会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好吗?》 其实他相对于在1990年代的时候 当时有一本非常有名的书 叫做《历史的终结》 这本书呢 因为当时苏联的解体 冷战的结束 那么大家会觉得说 民主主义 民主再加上自由市场 资本主义 已经大胜利了 成为人类最终选择的政治制度 可是 现在这本书告诉大家 No 民主在退潮 现在反而越来越多的国家 欢迎军方介入的政变的专制 我们先来介绍这本书的作者 以及这本书所标局的一些方向 好 这本书的作者 就像风行刚刚提到的 他是在美国经常代表他们的外交 然后海外事务各方面 尤其是涉及到当地的情势的评估 媒体 新闻写作 所以说他这个本书里面 展现出来的一些很多很务实的 在地性的一些资料收集 那么这种在地性的资料的收集 通常来讲 等于是说我们说消化过的资讯 对我们在认知的过程当中 会感觉到他不是一个单纯的新闻报道而已 他是一个有思考在里头 参与其中的一种资讯上的一种整理 因为我们在看国际新闻的时候 常常都会单一事件 单一事件 单一事件 然后有时候事件过了 可是这个国家我们可能就被遗忘了 那这个国家接下去是如何发展的 那其实他因为是任职这一个美国外交关系协会 所以他就要更 还要再继续更深入的调查 是这样子 他就是他提出了一个 一般来讲的话 就是一般人不愿意谈到的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在这个书里面 特别在推荐这个书的时候 特别提到强调书里面提到的一个 第四波民主化潮流 也就是说是刚刚奉行提到的 1990年以后 那1990年之前的时候呢 那个民主化潮流在展开之前 就是福山写出这个历史的终结的观念的时候呢 大家突然注意到所有的民主国家 尤其是在西欧跟北美的民主国家 他们基本上都是政治上的话呢 稳定社会上和谐经济上富裕 所以这很自然 这三个条件让大家会羡慕 所以1990年以后的话 就所谓的苏东坡事件 那大家就会觉得说是 比如说东欧人的话 觉得跟西欧人长得一样 为什么不能够享有同样的幸福 那种幸福感觉啦 那么这个剩下的话 其他的这个亚洲地区 甚至于这个拉丁美洲 非洲地区很多国家 都开始慢慢就是认为 这是人类不得不走的道路 不过这本书比较特殊的一点 就是说在这第四波的民主化潮流当中 大多数集中在新兴国家 我们现在流行谈新兴国家的经济 可是没有人 比较少人注意新兴国家的政治 而新兴国家的政治的话呢 就出现了一个逆转的一个事实 其中一个就是在东南亚地区 另外一个就是在中东地区 中东地区当然包含了北非 跟这个就是中东一带了 那这个两个区域呢 出现了一个结果就是说 他们原来都有不错的条件 在经济上有的富裕 有的在东南亚地区普遍的社会上 还蛮和谐 结果之后又非常和谐的社会 出现了像泰国 就出现了主动邀请军政府 来重新执政的现象 而且它这里面最让大家觉得意外的 它是中产阶级邀请军方政变 它这还不是说这个 比如说我这个是整个社会的失败者 我去邀请这个军方政变 中产阶级其实通常是一个 国家最重要的稳定发展的力量 结果是中产阶级要求军方政变 这个其实这本书的作者 特别提出来说 这个过去在政治理论界来讲 其实很少想象的状况 对因为我自己是读哲学的 所以我了解整个西方民主成功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就是在三级会议的时候 就是跟宗教有关的教士 以及跟政治权利有关的贵族 还再加上跟商业相关的中产阶级 而第三者中产阶级的话 它因为跟社会比较接地气 然后它的富可敌国 以及它本身又坚持宗教的基本理念 所以说它变成了统合西方国家 最后民主制度脱颖而出的关键角色 那在泰国的话 大家记忆犹生 就是以前那个红山军跟黄山军 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大家就注意到说 那个泰国确实是一个阶级社会 尤其是越居住在城市中的人的话 曼谷城市 以及乡村居民 差别还非常大 所以你会发觉说 到了泰国可以依稀感觉的出来 城市的人可以说是比任何国家人都富有 可是乡下人的话 比任何国家的乡下人更悲惨 所以它的阶级意识发展成为贫富 甚至于地域 甚至于城乡 我觉得有一点土洋的味道都在里头 因为我基本上看到他们在采访泰国当地民众 在曼谷遇到黄山军的代表 他们都可以用英文回答 那红山军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他们的黄山军黄色就代表保护黄室 这个保护黄室也代表的就是都市的这一批人 大致上来讲 基本上都市曼谷的中产阶级 可是红山军很多其实就是来自于乡村的地方 所以他们相对来就是刚刚院教授特别注意到的一个现象 当红山军上街头的时候 每一个人就是接受外国媒体的时候 是狼狼上口 就随时都可以用英语来对谈 感觉上是这样 可是红山军的时候 他就必须要代表人出来 因为他们可能就没有办法用英语跟外国媒体来对谈 其实在这里面的那个阶级 就很明显的就看出一个国家的分裂 不只是地狱 更代表的是阶级的一个分裂 对 我有一点惊讶 因为泰国其实是一个社会上相当祥和的国家 我没看过什么人 对 看不出来 因为小圣佛教的关系 没有看出来什么有特别的 好像激烈的 或是说是像其他宗教表现的那么直接 但是我对于这个阶级上的对立的话 感觉非常惊讶 而且说对立到凭个你死我活 把整个泰国封起来的这种做法 那么实际上的话 让我从那个时候开始 对于泰国的政治发展开始有兴趣 好 那而且泰国现在军方政变之后 有军方掌控是一直持续到现在 对 对 对 我们其实就先从他在第一章 就整理了民主退潮的一个状况 当然我们等一下再来谈第一波 第二波第三波的民主化 现在最重要的是集中在1990年代之后 那么其实包括了亚洲 包括了中东 包括了东欧 拉丁美洲 甚至于非洲 有一连串的民主化的那个推动 一度让人觉得民主加上自由市场 就会等于人类解决问题的方案 结果在过去这差不多五六年间 是很快速的退潮 那个退潮的方式包括像泰国 可能用政变的方式 也有可能是选出了一个专制独裁者 就我是用民主选举的方式 选出了一个我们欢迎的独裁者 比如说像俄罗斯的普丁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所以他整理了很多民主退潮的一些 一些迹象 可是我必须要说 他还没有整理到近几年来的混乱 没有 他因为他结稿的时间在2011年 顶多就是延伸到2012年初 所以实际上的话 我们现在这种感觉 非常强烈的 主要是来自于2014年开始 有很多 主要是因为在乌东地区 涉及到欧盟地区 乌克兰 乌克兰就是说乌克兰东部的 俄罗斯的武装部队 对 然后接下来一连串的 就是实际上的无力冲突 那大家突然发觉 不管在多民主的社会当中 不管用人民表达多么强烈的意见 但是那种好战好胜 那种情绪 民主主义的那种热情 好像很容易凌驾在民主的地位之上 像这个乌克兰问题 从2014年到现在 也拿不出解决办法 没有解决方案 最主要原因就是 刚刚凤信也提到了 就是说像普丁表现的非常不民主 但是这个支持率却节节升高 据说目前已经超过了88% 那这是什么现象呢 那现象就是说 你碰到100个俄国人的话 有88个人认为普丁干得好 干得对 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这个个人崇拜 或者是说个人魅力的话 能够主宰一切的结果 会导致于我们现在慢慢注意到 这个民主这一铁药 还需要一些配套 才能够让它真正的落实 这本书其实在谈 因为它 其实我在看它第一章的时候 我有点觉得触目尽心 因为有很多的case 我们当然其实陆陆续续 在新闻里头有看到 可是呢 我们不会继续跟随下去 就是它的民主退潮的一个状况 可能对我们来讲 这个国家曾经闹过事 就结束了 我们不会继续追踪下去说 其结果是它就倒退到 更威权更专制的社会里头 我们不会去继续follow下去 把它整理起来的话 那就是一个很惊人的 社会的世界地图了 而它在整理的时候 对不起 它巴西跟土耳其 还算是民主示范国 对 可是今年以来的巴西 去年以来的土耳其 都以 如果说它今年再继续写的话 那土耳其跟巴西 可能也会被它列为民主 倒退的国家 对 你讲得非常好 今天早上的头条 土耳其的话 是土耳其的总统叫埃尔段 他准备 就是在土耳其 确立要实施总统制度国家 所以他的总理的话 就已经讲了说 他不会再选了 他要辞职了 那么这个 可能要逼迫国会改选 从内阁制度到总统制度 也就是说 相较而言的话 等于是一个总统扩权的基础 那么也就是 就我们民主潮流来讲 也是一个退潮的事实 巴西更荒唐了 巴西昨天巴西的女总统 罗赛夫 他公开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他说的非常有趣 就是所有弹劾他的议员当中 有60%正在接受调查 其中带头 带头弹劾他的下院的 就是众议院的这个议长 本身昨天被这个 国家最高的检察总长 取消职权 也是因为跟罗赛夫 被弹劾同样的罪名 就是巴西石油公司的 这种收费案 或者说是阻碍调查等等理由 所以一个国家的所有的政治人物 都同样在被调查的情况下 还要狗咬狗的情况下 那么最有趣的是 现在巴西人民唯一的希望 就是再来一次选举 那所有的人都已经牵涉到 各式各样的贪污的理由 那你再选会选出什么样的人呢 我其实很怀疑 就是所有写这篇文章 介绍巴西未来的时候 那更不要说是他 七八月份的时候要办奥运 然后国内有非常 大概21世纪最严重的一个疫苗 就是Z卡疫苗了 这种问题 大家都不感觉 Z卡病 对不起不是疫苗 是病毒 那么这一些问题的爆发 正是一个国家需要 核心的领导人物的时期 又出现了没有像样的政治人物 就当他需要 当他需要很高度的效率的 治理能力的时候 他却处于一个 政治跟行政上最混乱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讲 因为实际上 选出来的人 因为贪污的理由 因为效能不彰的理由 被弹劾 弹劾以后的第一件事 宪法定得非常好 就是马上停止职权180天 那下面一个人呢 还没上任 还没开始投票 这个要停权的时候呢 就预估下面那个人呢 又已经被解除职权 那我 我是还不晓得再选 可以选出什么东西 所以 这里面他所标局的现象 我们 其实我觉得看完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更得到一个 一个比较明确的地图 就是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 不但没有出现 相反的历史又在循环 所以他后面就提到了 第一波的民族化 20世纪初之前的西欧 美国 他们的这个民族 其实有一些 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也有倒退 像德国啊 意大利啊 也有倒退 那第二波的民族呢 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那那时候美国啦 英国啦 他们是战胜国嘛 就把他们的民族推销到 德国啦 日本啦 乃至于很多的 新兴的殖民地 独立的国家 就开始第二波民族化 可是第二波也有倒退 到了第三波 就像台湾啦 韩国啦 这一些 可是我们当然也有进步 也有倒退 那到了第四波 大家以为是大胜利之后 为什么会倒退 他里面提了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经济 如果说民族 不能够带来更好的生活 那么民族真的是 人类该选择的制度吗 这是很多的新兴国家 所要问的问题 其实我必须要说 现在你看到美国选举 也是同样的状况 对 我民主是不是我们该选择的制度的这个问题 从来没有像我们这些活在民主制度里面的人问过 所以说我们在哲学当中有一句话 就是说我们是被丢到一个已经有建制的社会里头来 没有一个人被丢到原初社会里头来 如果说我们丢到原初社会里头来的话呢 有各式各样的选择 有君王制 有贵族制 有民主制 有平民制 有很多种制度 有代表制 就我们进入的社会是一个已经被选择的社会 对对对 但是这个也是 换而言之就像我平常常常上课在讲的 没有一个观点是中立的 因为你这个 我想奉行正报道新闻这么久会发觉 他一定有他自己的一个立场 人不可能没有立场 因为这个立场来自于你从小孕育 你的环境 父母 家庭 社会 教育 等等等等 那可是呢 人一定要先承认自己是主观的 才能够努力去追求客观 对当然 一个人如果坚持自己是客观的 他就是最主观的 对对对 那个就明显 就是我们在这里强调所谓的客观就是互为主体 就是我要承认将心比心 我要承认你的想法跟我的想法之间的差异 要承认这个差异以后呢 才能够慢慢思考如何消弭这个差异 这个大家都了解了 不用多说 可是呢 现在的一个比较特别的情况就是说 当我们面对民主制度的时候呢 突然发觉 我想在台湾所有的人也会有同感 就是说每一个新政府呢 他一定要承诺他几乎自己心里很明白 不太可能做到的事情 然后呢 再开始呢 告诉大家说 我可以做到 然后呢 接着再来证明做不到 对 因为你如果说 以前那个欧盟现在的一个 职务会主席叫荣克了 他很有名 他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 叫做荣克定律 政治政客的定律 就是说 我们都知道该怎么做 但是你一旦做了以后 你绝对不会获得连任 他是用英文讲的啦 那这个可以查得到 那这句话呢 说明了民主政治的一个困境 就是说 你如果不开空投支票 是没有人认为你有超人一般的能力 可是等到一选完以后 大家发觉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超人 那这出现了这个很大的矛盾 所以说 你现在在参加选举的时候 如果你不表现 我们一定会投票给开空投支票的人 对对对 因为说如果我去参加选举 如果我表现说 对不起我现在不能讲了 我累了我要睡个觉 人家说那人家隔壁 为什么不用睡觉 那这难道他超人不成吗 那那个人马上站在讲说 我的确是超人 我能够做到一般人不能做的事情 因为这种说法是很符合 我们情绪上的期待 我们认为说选贤举能 你作为贤能 一定要有超乎常人的能力 那这个定义就是超人 但是事实上 我再强调一遍 这个世界上并没有超人 没有人能够做出 真的很明显跟别人很不一样的事情 而且你要欣赏一个政策的效果 岂可只是四年或八年能够效果 很多政策要四十年 对不对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民主本身的困境就发生 英文叫做 You cannot deliver what you have promised 就这么简单 所以呢 当然这里面其实 我们在讲说民主选举所开出来的支票当中 其实很多元嘛 可能包括了社会不利 可能包括了教育 可能包括了这个交通啦 生活便利啦 等等各方面的 可是你回归到一般人的感受 常常其实就来自于 我的生活有变更好吗 所以 这本书里头提到新兴 他主要的民主倒退 集中在新兴国家 对 我先讲他主要集中在新兴国家 可是我怀疑如果这本书的作者 他如果今天再写一本书的话 可能包括已开发国家都会是如此 因为你看到 不只是美国现在出现了川普现象 你像法国 他现在左派的欧兰德 他面对的是他的左派支持者最大的批判 所以现在他们上街头 占领街头 然后去反对欧兰德 其实就是来自于他自己的左派的背叛 而这些上街头的人 他们现在说我不要政治人物了 因为他们发现他们被政治人物背叛了 我们不讲已开发国家 我们光讲新兴国家 他里面特别提到了 就是在第四波民主当中 是第一次在民主化的过程当中 将民主发展跟经济发展 挂钩在一起 就是说我只要推动民主 我经济就会成长 而事实上民主从来都不能够保证经济发展 对了 这个大家心里很明白 那个经济要发展 坦白讲 谈何容易了 我们会发觉说 像一般来讲 有一些国家 他如果说没有很好的教育 没有养成 把国家的精英挑出来 那经济要发展的话 是很难的 我们旁边的邻居 菲律宾 他们教育很好 可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 有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方式 让国家的精英能够带领 大广大的劳工 所以他劳工必须要到海外工作 那你经济要发达的话 大家要有一种想要追求的 生活上的幸福的感觉 那我有的时候也很不愿意讲这句话 就是说 那你要把精英挑出来的话 台湾在我读大学的时候 我相信 风信的时候也是很好 就是说 要考到一个好大学 必须要很努力 这个制度上来讲 就是不能太民主 就是成绩好的人就要读比较好大学 享受比较多的资源 那至于他有没有心要回报 这个社会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台湾的经济的成就 往往是来自于这批 这批这个精英的人才 跟广大的民众 一起努力的成果的结合 那这个一旦了到了 这个民主实际上的情况来讲 当每一个人的意见 想法观念 都具有一定的分量的时候 那你就很难说 谁有办法 能够为这个国家的经济出力 那这往往为国家经济出力 就是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 他确实有办法 否则要不然的话 每一个人都都做这个大财团的老板 像做王永庆 做国台民的话 那怎么可能呢 所以也基于这个缘故 所以民主有一个困境 就是他不是 人人就本质来讲 并不是等值的了 那如果民 如何透过民主的 自由平等法治的条件基础 让不同不等值的人 能够发挥不同的能力 而同时又想到回馈社会 是民主真的该做的事情 但是后来这一步 很多人没有想到 只想到说有了民主就有经济繁荣 那现在有了民主 经济繁荣没来到就火大了 那就是出现这个结构 而且其实很多新兴国家 就是你会发现说 以开发国家 它的民主相对稳定 是因为它的中产阶级占大多数 所以它投票的结果 会符合中产阶级的期待 然后在中产阶级的期待之下 然后慢慢去改善 生活当中的社会福利 居住品质 各方面的 可是新兴国家 它的中产阶级比例是比较低的 它的贫穷者比例是比较高的 结果选出来的结果 常常是穷人的代言者 能够当选 而穷人的代言者 如果一旦当选之后 他又如果他是一个贪污腐败者 他很可能会借由去 剥夺中产阶级的财产 去讨好穷人 反而就造成了中产阶级的出走 而中产阶级出走 经济又败坏 经济败坏之后 穷人的社会福利 又可能会被剥夺 恶性循环的结果 就可能造成民主的推草 这个是一个很残酷的事实 就是 这个是亚里斯多德 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就是说民主制度的结果 最终会让国家的权力 朝向穷人那一方靠拢 以前这个几年前梁振英 香港的总督梁振英 说过类似的话 那么这个特首了 那么当时大家批判的很激烈 不过他是无意之间 引用了经典说了一句实话 因为民族 这我们就稍微休息一下 这本书当然列举了很多国家 其实有类似的一个情况 我们马上回来 每周选出早起 读书为大家介绍 其实要我们更进一步 去深思的一个问题 如果出版社所出版的 民主在退潮 他的副标题是 民主还会让我们的世界 变得更好吗 我仍旧相信民主的 基本价值 可是呢 如果我们不能够去仔细思考 民主在什么情况之下 才会带来更好的生活 我们会在民主社会当中走错路 反而残害了民主 我觉得这是我今天在谈这本书里头呢 最核心的一个概念 就是要走对的民主路 一旦走错了 我们反而会让整个民主 社会经济同时退潮 这个才是我们不应见到的现象 在我们现场的是台湾大学哲学系专任教授 院举政院教授 这本书的作者 他其实因为有机会可以更深入到每一个国家去 我不敢讲说就是深到说就是他好像在地人一样 但至少比我们一般人都要更深入 所以所列举出来的新兴国家 民主退潮的现象更让人觉得触目惊心 因为这个退潮的结果 有些国家当然就是可能只是一些抗议 像泰国政变都算是轻微的 他退潮到像叙利亚利比亚 那就是难民制造 甚至于像非洲一些国家 我们其实礼拜二的时候跟大家提过说 今年的难民 去年以来的难民潮是非常惊人的 其实全球难民估计大概2000万人 里面有一些当然是历史累积下来的难民 比如说缅甸的一些这种少数族群的难民 可是有一些难民都是这一两年才制造出来的 就是动荡所制造出来的500万人 四分之一 就代表了这一两年动荡到什么程度 可是那跟民主退潮是有关的 是息息相关的 因为像说这里面提到了中产阶级的反叛 中产阶级是民主国家很重要的基础 当他去拥抱民主的时候 这个国家会更民主 可是当中产阶级拒绝民主的时候 那个退潮的速度就更快了 当然 他里面甚至于提到了台湾 对我先强调一下 我也告诉大家说 大家不要有一个误解 以后我们在讲民主的退潮 就会觉得民主一无是处 错误 民主的基本价值最重要的是 让你感觉到个人 个人感觉到那个自由的感觉 还有那个平等的感觉 那么这个 但是民主最困难的地方就是 法治的感觉要如何弱势 因为法治的感觉往往跟自由平等的感觉是冲突的 因为他必须要限制 限制伤害别人的自由 对因为有的时候民主让你很自由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你可以做所有的事情 可是你做所有的事情的话可能会侵犯到别人而不自觉 所以说也是因为这个缘故的话 有很多人就会发觉说 我们到底是需要一个法治社会 还是需要一个全面的民主社会 就真的争议点在这里 有关于这个社会当中 为什么中产阶级的认同这个社会的制度是很重要的 主要原因是因为 这个社会大家都期待能够过好日子 有期待在安定之后 有一个发展的空间 要有一个繁荣的可能性 那么中产阶级是在促进发展跟繁荣上的最主要的力量 所以他们本身呢 所谓的中产阶级就是讲说有能力赚钱的人 至于说赚到多少 那就是看社会不一样而定 不一定是指富人 对但是这一些人的话呢 他会了解 我们现在这样坦白讲一句话 就是说你要不要住在哪一个社会 就看这个社会对你有没有好处 那中产阶级愿意留下来 就是说他能够为这个社会创造这个收益的同时 这个社会也能够帆补他一个幸福快乐的生活 他当然就愿意嘛 所以这个道理很简单 那愿意留下来的人 又有能力的人越多 那当然越好 但是越没有能力的人愿意留下来越多 有能力反而跑掉 那当然不好 所以这个道理就很简单 那 所以这里面的中产阶级的反盘期分两部分 一部分是 我没有要选择要走 我还是要留在这个国家 可是我干脆邀请军方来统治算 那是泰国的一个 泰国的一种模式 泰国柬埔寨也很多都是这样子 中东也是啊 埃及也是如此啊 对不对 那可是另外一种模式是呢 他的反叛是 我干脆走了 我干脆不留在这个社会 他这里面举例是台湾 对因为 讲那个红三军啊 陈日边的时候 对 因为在台湾的情况啊 比较特殊 我有时候常常在讲啊 这个台湾可能是全世界最特别的国家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经历 我们是一个内战的延续的结果 所以那种不安的意识的话呢 再加上原有的很多进行了非民主的这个统治的过程当中 让大家彼此之间的话呢 就是感觉到这个现有的社会中呢 呃 他的前程呢 发展呢 各方面是有一种不确定的感觉 而同时台湾又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环境 我完全不能够呃 想象说哪一个人从小到大没有认得哪一个人移民美国的啊 就至少也听过至少也见过什么 就我们身边都会有一个移民者 一个以上的移民者 对对对对 所以说这一个这么国际化的环境 又充满了这种风险意识的环境当中的话呢 他相较这个情况而言的话呢 那个呃 再加上对面的威胁又这么大的话呢 他的中产阶级的风险意识是比一般国家要强的 所以台湾的话呢 就是就包含今天如果你打开饭子 或是口语相传都出现过 哎呀 几个礼拜以后呢 大家是不是要做一点财务上的调整呢 那我知道凤馨也这边上人谈这个财务问题 那就是盛销城上 我昨天我昨天到呃 到银行去换钱的时候 就有人在聊到 就是说是哎呀 是不是要多换一点啊 什么情况 那我就觉得说 哎 这种现场 这有点过度过度紧张了吧 对对对对对 有点过度紧张 但是呃 完全可以理解 完全可以理解 就是说 这是中产阶级的普遍的心态 就是有钱的人的话呢 因为你曾经有经历过 一夜之间化为乌有的残酷事实 所以你就会想到说 不要让这些事情 对于我一生打拼出来的成果 就会更加的保 想要保住他 对对对对 好 所以你要把台湾的例子拉进来的话呢 那就可能超越了这本书的范围 但是他更贴切的描绘出来 为什么台湾民众对于民主制度如此渴望 而对他爱之深 责之切 希望他真正能够好的原因 就是大家彼此立场之间 确实是活在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当中 当然这个台湾的状况 其实我们更加的理解 可是你看到全世界的状况 你就会发现说 台湾还不是孤立 就不是单独的例子 当然有一些相译点 可是其实相识点是比较多的 就是那种对民主发展出来 没有办法给我们更好生活的一种 一种失落跟一种绝望 那这时候本来其实在过去的第一波 第二波第三波的民主当中 其实都有一些退潮 可是它不会形成一个大浪潮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你找不到一个比民主更好的模式 而这个是我还记得我大学的时候 我们常讲的一件事 就是人类经过了200年的实验之后 发现民主虽然不是完美的制度 可是是一个最适合人类的制度 这是经过实验的结果 现在的问题是处在2008年 尤其是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 中国模式 中国大陆的模式证明了 它也许会比西方模式更好 因为你美国实施资本主义的结果 造成全世界的大问题 中国的这一种国家资本主义 却发展出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种经济生活形态 这在全世界来讲形成了一个重大震撼 尤其是新兴国家 是 这本书里面也特别提到这个问题 因为实际上的话 尤其台湾是全世界最了解这个现象 因为毕竟我们用同一种语言 我们每天看到报纸 我们接受的讯息 像有一些国家 它经过欧洲 欧美的帝国主义上百年来 都没办法发展像非洲国家 拉丁美国家 他们就会遍地去找哪一个国家 由穷变不穷 由穷变小康 甚至变大康 或者说不要谈富有了 那么找来找去 会发觉真正成功的例子 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是中国是一个特别的例子 消灭贫穷最成功的例子 这个可能是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的 但是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因为中国示范了之后 就使得很多新兴国家 好像以为他们有不同选择了 我用好像 可是真的不一定 民主在退潮 他的副标题是 民主还会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好吗 不要误会这本书的作者 他并不是觉得 民主这个制度就应该要被摧毁 No 他不是的 他只是 因为他从美国的立场 认为美国在推行 全世界各个国家 要实施民主的时候 有一些方法错了 所以他希望美国能够矫正他们的方法 可是这是对美国人而言 我觉得回到我们台湾 应该是说 我们从其他的失败民主国家当中 能不能找到一些借禁 我们不要走失败这条路 在我们现场的是 台湾大学哲学系专任教授 院举正院教授 要说其实中国会成为很多新兴国家觉得说 哎呀 他的模式 我是不是也可以走这条模式 背后其实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说 对统治者来说 你可以一直长期执政下去 你不会被推翻 这个是对很多的新兴国家 统治者来讲的吸引力 对他们的人民来说 他们就经济一直持续发展 生活就真的变得更好 所以就会觉得他好像有吸引力 我觉得我们其实应该要去谈的是 中国模式里头的效率 持续发展这件事情 对很多国家的吸引力 我觉得台湾要注意 我要呼应奉心话讲 就是说中国模式的发展 成功的地方在于掌握了效率 掌握效率叫做米平了不同的歧义 那达到了效率 那以前这个欧巴马第一任的 这个财政总长叫盖斯纳 他也说过 他说只要给我一天的不民主 我可以解决所有经济的问题 这个话是一个讽刺 就是说人家不同的意见有没有道理 那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我从正面的角度来看这本书的话 这本书只说一件事情 就是民主不只是光投票 对 民主需要非常多的配套 这个配套的条件 我想到就是要有自由的条件 要有平等的条件 还要有法治的条件 如果这一些配套能够放进来的话 我们就会想到说 与其光只有效率 而没有充分的表达意见的 自由与平等的话 那为什么不能够让效率 跟自由平等以及法治 这四样东西能够一起 并行而不备 能够做更好的发展 因为在那种情况下的话 就是达到真正原来民主的理想 就是说我们选择或是不选择 这个民主制度 都是要朝向同一个理想来实现它 如果能够实现这个理想的话 而且求乎其上得乎其中 稍微差一点 有一点不舒适的感觉 是很好的 但是如果你一来就只为了效率 而否定一切的话 那么原来的自由跟平等 通通都没了 那就只有一种非常严格的法治 那对于很多人来讲的话 就是说民主有点像竹子过了河了 一旦是任何 我想起来就是克林顿总统 曾经在捷克重新投票 说过一句话 就是说没有一个国家 比曾经拥有民主 后来失去民主 然后再获得民主 更珍惜民主的 这就是捷克的例子 对对对 那台湾情况也是一样 就是说我们今天享受过这种生活 就是包含我的子子孙孙 世世代代都会发觉 我们曾经活在一个 享有自由平等人权的社会 当中 我不想要他变成曾经 对就是就是这句话 就是会世世代的拥有追求这个价值 所以我们其实 我知道我们的民主里头 有太多要改良的空间 那这个改良的空间呢 重点不是在那个选举制度 其实你会发现说 选举制度 其实都是有利有弊 你只要有定期的选举 定期的改选都是OK 让民意有反应的这个管道 可是这里面的其实效率的问题 然后乃至于教育的问题 其实都是恐怕最核心的问题 还有最重要是法治的问题 而且我们真正对 对合理的自由的尊重 所有的合理 就真的不去伤害 别人的自由的 这种合理的自由的一些尊重 甚至于恐怕人民对于 比较长远目标的建立 恐怕也很重要 对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说这长远目标建立 时间到了 宴教授谢谢